看到黄色小鸭呢 现在成了汗鸭子 只能够在陆地上 不过呢 这个原作呢 霍夫曼他就认为 小鸭就应该是要在 这个池塘里 在这个水里 才是真正的黄色小鸭 今天其实本来要先泄气 再冲气 才能够让这个黄鸭游回皮塘里 但因为风太大 超过了九级风 预计最快要等到四号 才能够让这个小鸭呢 游游在皮塘里 大会报告 有关黄色小鸭 消气作业 必须依据现场风势状况 才会进行 黄色小鸭变成了汗鸭子 在风雨中前后摇晃 要让它重新返回皮塘 工程车在旁边standby 准备替小鸭泄气 不过风太大行程单搁 游客不断拿起相机 记录这一刻 惊喜全写在脸上 有说四点就好像就会 就会要把它送回去 对啊 想说赶快拍一拍 我们已经拍好几张了 就是因为它又没有被押 对啊 对啊 10月1号小鸭遇到地震 消气之后再次冲气 瞬间强风造成了押体受损 2号紧急向高雄借到小鸭应急 直播展出地点从池塘换成了陆地 直到3号下午 小鸭终于要回到水中 下水过程一波三折 从下午3点开始疏散人潮 交通借拨车只能出不能进 下午4点停止展览 工程车进到了广场 只不过风雨太大 小鸭一度无法顺利泄气 一拖再拖 并且等到风力减弱 才能把小鸭移回皮堂 业者和游客的心情两样情 因为人潮管制的原因呢 所以短短两三个小时之内呢 业者的业绩就掉了两到三成 掉多少钱哦 至少有一万吧 会担心啊 当然会担心啊 那人潮没那么多的话 就会有影响 一小时间的卖出五六十只的小鸭娃娃 因为要让小鸭移到皮堂 人潮管制提前避远 专卖小鸭背包的业者 神已掉了一成 不过为了让小鸭重现水中 再多的不变也值得 至少范继闻 深永元S1小组 桃园报道